所以今天我們要試著 完成這件事情 是我們請了十位太太 然後她們每個人都結婚 超過十年 所以她們加起來可以 算是百年好合嘛 超過一百年 偷懶對不對 對啊 對啊 那我們要錄好嗎 謝謝老公 謝謝大家 可是S生女兒生得很開心 是 很好啊 所以你現在阿公 還是會想要再勸我說 再生一個男的嗎 對 最好 可是現在已經很好了 什麼還要最好 現在醫學那麼發達 你要男的就男的 要女的就男的 真的 問題是生完 你身體會變形 而且媽媽自己身體 也會受不了啊 三個 但是七個 八個都在生 現在沒有 不過我... 我... 阿開那個 對啊 假婚... 對啊 我剛剛在講話 她除了她勉勵妳 就生到七個或八個 總會有一個男的 好玩耶 好玩是不是啊 我開始了 哪個媳婦 跟一生是 真的 是阿愷的老婆 真的很... 我們今天很謝謝阿公 也歡迎她講話是這樣 對 吃完了 這整機是重播 這一段 不是... 因為演唱會有二十多首歌嘛 玩有一大半全是舞蹈 對 那應該會覺得要暴斃了吧 就是... 到後面妳就覺得 只能是那種快到極限的那種感覺 跳也跳不動 唱也唱不動 就靠意志力在撐 對 所以大概到第幾首歌的時候 妳會希望演唱會 就是現在立刻結束 大概在十九 二十差不多那種 那也是很後面 對 要請大家 對啊 她就... 然後傑哥還沒到就已經知道 跟傑哥 五四三二人就這樣說 出道完 剛好是 宋欣妮我以為超過十年 她有啦 我有看她的廣告耶 因為我十九歲就開始當模特兒 然後二十二歲就拍電影 宋欣妮好像是真的 比我早出道對不對 沒有 你們比我早 你們在學校就出道了 妳是今天最早出道嗎 對啊 比我還早 我跟姐姐在學校就在拍廣告啦 跟姐姐說 她新年快樂 你們新年快裡也不看煙火 我來好了 我... 我決定要跟你分手 原先我以為我是被夾在幸福安痛苦之間 後來被發現我是被擺在幸福安痛苦之外 雖然追求者本身就是一種 收穫付出的意義一種取得 我妳可斷不可能會演變成 剪不斷臉還亂 我要跟一道兩斷 真的很好啊 會過... 妳講好很快嗎 我可以試試看 真的假的 我本來有被... 好 謝謝... 謝謝她 OK 所以妳那個八滴的已經拍好了嗎 沒有...那個還沒拍好 因為那個...那個是... 那是先做臉部的 然後還要在身體的 motion capture 所以沒有那麼快 所以出來會像外星人在跳舞嗎 出來會是一個假的... 假的劉真 可是很像真的在跳舞 然後它是可以跟你互動的 謝謝 謝謝 對... 對... 卓詠玲 妳的工作是不是很容易 讓人家誤解妳 很容易被吃豆腐 會 因為我通常就是有接很多 身體的代言嘛 對 那有時候拍廣告的時候 就是會... 她臉是正人君子耶 她在看她的臉耶 有時候看真的也... 距離太近也不太好 妳也怕被觀眾發現是不是 對...這距離太近了吧 聽人家講... 我們要不要聽她講 還要妳來cue啊 真的... 我就是不聽妳講怎樣 沒有 我就是不聽了 我現在不聽了 怎麼樣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節目 拜拜 也不用講 走臺步就不是應該就讓她去嗎 就掉下來就算了 掉就掉了 可是掉在那邊不性感 是丟臉啊 怎麼看啊 沒有... 妳想在那邊裝慈善 妳不就整天看就完了 她在等內嗎 好 現在妳今天請坐 應該都出來了吧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節目 謝謝 今天比較提早結束 妳們就早一點睡吧 謝謝 其實是妳叫她出來沒問題 妳後來也會以為她沒有來 所以有什麼關係 而且兄弟今天 她終於會讓妳記得 她有來過呢 我不覺得會 真的嗎 好 我們歡迎她出來 25歲的女生喜歡妳 然後妳有可能跟她交往嗎 有 有可能 妳會聞到一股老人的氣 拜託 妳怎麼敢講這種話 妳以為妳很年輕喔 我跟妳講 我若不想追人家 我要請辭 對不起 妳被她講還好 妳就這麼不高興啊 很不高興 等妳 妳這情況只會越來越糟而已 就是當然 他們這種小孩子 會覺得還好 兩個字都說不出來 OK 那賀弟弟 妳覺得我 像我這樣的女生 妳看到妳會覺得是老太婆 還是說還算滿正的 還滿 還超正 超正 這樣可以 好感動啊 這是今天康熙來的主題嗎 好 謝謝大家收看 超女人的心聲 對 就用假的ID 到酒店裡面可以喝酒 然後就裝大人 然後可能是兩個女士是 就跟我們喝了 然後就說我們 我們的飯店就在附近 要不要繼續喝 我就很誠實地跟她說 我 我不要裝 她說那沒有關係 我最喜歡 妳們碰到兩個 觸男殺手 所以妳事後有 沉迷於怡晴嗎 就自暴自棄式的那種 就反正已經這樣出來了 對啊 不會是有吧 還好吧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節目夠了 已經很精采 謝謝大家收看 可以了 她這個人會不會太誠實了吧 憶晴就講了 有時候節目主持久了 每個人做什麼位置都會固定了 大家心裡面也會有默契嘛 那更...更別說 那個舊主持人 他都已經把那個包包 放在他的椅子上面了 那這個新主持人來了 就把他的包包移走 然後就一屁股出來他的位置上面 然後就化妝啊 弄頭髮 等到這個舊主持人 從更衣室一出來看到的時候 就心生不悅嘛 一次兩次這樣子 第三次的時候 他的經紀人來找我溝通 說...他如果再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主持了 然後我想說 說什麼不點名啊 就點名說 這個是我的位置就好了嗎 可是誰去講呢 所以他就告訴我 所以我希望我去反映給 那個新主持人知道嗎 對 那我就跟他說 你商務照你也比較激動 等到下次錄影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負責幫你們協調溝通 結果咧 下一次錄影我去的時候來不及了 因為我看到一群人 在化妝室圍起來議論紛紛 因為那個椅子上面 就叫舊主持人椅子上面 後面貼了一個針書板 上面寫說 這是某某人的位置 誰...請不要坐 已經直接這樣 對 然後一邊就看到那個新主持人 我又不是故意了 那一邊那個新主持人在那邊 你應該敢說你不故意了 玉琳哥 你變不亂了 沒有 快... 你可以沒叫他講小聲一點 因為我不想知道 小聲一點啦 你都講很大聲 真的假的 有聽到嗎 沒有...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 可是我聽得到他聲音很大聲 應該連門口餐廳的人 都聽到了吧 你有...這個有驚嚇到嗎 所以誰... 前面的那個是新來舊的 那個是舊的 所以是他... 他發飆 對 他發飆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這樣 騙他 騙他